DNC2013 ICT P1A MC第九题 这题刚刚有一半考生答对 题目问关于Priority Check 问这里有四个Code 哪一个是Invalid无效的Code 说明用了Priority Check 但它没有说明究竟它用OddPriority 还是EvenPriority 如果用了OddPriority 一句数目就会有单数 OddNumbersOfOnes 如果用OddPriority 就会有OddNumbersOfOnes 就是一句数目就会是双数 我们自己需要数一数目 这四个Code里面 那些一的数目是单还是双 看看哪个是OddMano 哪个是单的那个 那这个就会是Invalid Code A 0101 0101 这个是1 2 3 4 4个1 这个是双数来的 接着到B 有两个1 这个同样都是双数 接着到C了 1 2 3 4 5个1 单数 这似乎应该是单的 看看D D只有两个1只 都是双数 所以单的那个就是C 所以C就是Invalid Code 这一切是一切的 这一切的 在同时 我们的几乎